由政心中學英國班的比喻好友所做這個政心愛女 關閒樂團 最近還沒回來君臨 基本英國過了 按算不在家衛設計的君臨館文化書的表現聽來演出 要被旁邊中度過看到的官黨下去 也為止空一千年的臺灣中規來打頭頂 這次特別三點君臨館的英國過 不讓演奏過的兩者小提琴的協奏曲 希望可以當國民眾不同的英國感受 同時也來迎接新的今年 新年五年進行愛國關閒樂團 今年完蛋年假如果要回來君臨紀憲英國過 這次演奏不能回規高雄 要為君臨美女主辦臺灣中規打頭頂 讓我們一個人都懷抱著夢想 迎接新的一年 這是給我們祝福這個活動能夠圓滿成功 大家有這個共識 每天一人人會這塊像 所以他們也不維持計較這方面的一個付出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他們 防照維也納的新年音樂會的方式 那期望帶給雲林的觀眾還有全國的觀眾 有一個新年氣喜的一個音樂會 那這也是我們真心愛樂的一個目標 我們每一次的音樂會都會介紹各式各樣的樂曲 那所以這一次的樂曲有兩組小提琴協奏曲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我們臺灣本地的作曲家 蕭泰然老師的作曲 美麗的家園 這次演奏會會到後面中不一樣的感受 也特別選擇 會我們不會演奏的兩組小提琴協奏曲 同時他們這次的一年來講 其實兩組這首曲子呢 在國外各大的音樂會 我們其實很常出現這首曲子 那今天我會配合這首曲子是一來 我們下半場仿造了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形式 上半場呢 我選了一首臺灣作曲家的曲子 再來梁柱這首曲子呢 因為在雲林縣從來沒有首演過 那我覺得她的一整個的愛情故事呢 非常的打動人心 真心愛樂觀衍樂團 都是來自海來灣遊學音樂歌 這次當年機會也正在 為真心中和音樂搬比了之後 到法國開始機會 並且在各地面音樂和音樂演出 另外這次當年小提琴 恩載的黃婷琪 過去留下美國不僅是來台下高修 我們其實很榮幸呢 能夠為燈會這個節目呢 做一個續曲的演出 臺灣作曲家的曲子 然後接下來梁柱 稍微有點悲傷 下半場非常歡樂的曲子 剛好為我們整個燈會的一個感覺呢 做一個開幕的樣子 配合每年臺灣頂會在雲林 盡心愛跟觀衍跟團體的 任何人演過 準備在一月以後會補兩點半 文化處表演聽記憲 是在真要差名將來現場 記者在三藏不到 到